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談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舌頭爆料音頻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近來在全國各地 中共展開了一些查手機和查電腦的行動 這兩個問題因為是互相關聯的 所以說我就一起來講一講,先講大舌頭音頻問題 在去年八、九月份的時候,有一個人 自稱是中共安全部門的高級官員 他跟他的朋友有一段對話 好像是私密的對話最後在網上洩露出來了 講到中共的統治邏輯、統治策略 那麼據我的判斷,這個人應當不是安全部門的高級官員 因為做這一行的人,他們都是相當相當的謹慎的 他們不會和朋友之間展開這麼漫長的一個對話 那個對話大概全部加起來有三個小時之多 同時也不會讓他洩露到網絡空間 那麼他是什麼呢?他有可能是中共體制內的 有良知的那些官員或者是他們的這個派別 那麼通過海外這些人製造了這麼一個節目 來對全國各地的那些反對派、民間反對派人士 來跟他們提個醒,也告訴國際社會 也告訴所有的中國人,中共的最高層 他們到底是怎麼想呢?他們到底要把中國擰向何方? 還有一種可能,那可能就是海外的 這個美國或者是台灣或者是其他西方國家的 那些自囊機構、情報機構甚至是政府部門 是他們主導的做這麼一個節目 在他們對中共展開全面的政治戰和經濟戰之前 希望中國民間這個反抗運動的種子 那些骨幹人物要保護好自己 因為他們是中國最緊缺的、最稀缺的資源 是摧毀這個中共政權最有能力的那一部分人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講他這個裡面到底講了些什麼 爆料音頻那裡面的爆料非常的多 涉及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說他爆料中共的決策機制 中共的他們的腐敗的殘忍的程度 他其中說到一個說是中共他們是對所有的那些軍人 對他們的身體的各項的指標、各項的信息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是要把他們作為中共的那些元老和他們的子女 他們換血甚至是換器官的一個人體器官庫 非常的殘忍 那當然這是爆料的那一部分 還有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揭露了中共 他們是如何統治這個世界 他們想把中國帶向何方 他說中共現在他們的目標是要把中國帶向朝鮮的方向 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高科技制奴隸社會 用他們的大數據、用他們的天網、用他們的人工智能的這些技術 對中國人實行全面的監視和控制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控制民間社會 所以那些最有反抗精神的人要通過各種方法 把他們篩選出來、把他們找出來 然後對他們進行監視、對他們進行打擊、消滅他們 那他怎麼樣把這批人找出來的呢? 他們有一些標準 第一個標準就是看他是不是每天經常性的 頻繁的關注社會政治事務、關注時事新聞 如果是的話,那麼他和普通人已經有了一個距離了 普通人就只知道吃喝玩樂 那麼這部分人他是在關心社會、關心這個國家 關心這個國家在中共看起來就是有一定的危險程度 但是這批人現在可能是非常多了、越來越多了 因為中國現在到了這個局勢 大家都覺得要變了 要變的時候關心的人自然就多了 那麼這一多他也沒辦法全面監控 他怎麼可能對好幾千萬人、上億人來進行監控呢? 所以他必須從這批人裡面再篩選出來一批 對他們來說危險性比較大的那一批 那麼他第二個篩選的標準就是看這批人 是不是還經常發表自己的觀點 他不僅看還要說 而且一說就要說那些對中共統治不利的言論 在他們看起來是充滿了負能量的 對他們的體制有破壞作用的那些言論 那這個範圍就縮小了 講這些話的人在互聯網空間經常講這些話的人 可能就只有上千萬、甚至是幾百萬 現在監控的範圍已經縮小了 那麼最後還是覺得太多了 大家不要誇大中共的能力 不要高估他們,他們沒有辦法對幾百萬人 同時進行全面的監控的,沒有這個能力 那麼他們還要篩選 那麼下一個篩選的標準就是看這些人 是不是還要經常性的向外界進行聯絡 為什麼呢?因為聯絡這就是搞組織的第一步 他們要看這個人是不是經常跟人家發私信 是不是跟人家私聊,大家談的是不是這些社會政治話題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麼監控的範圍就更縮小了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縮小到只有幾萬人這樣的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他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的進行監控了 但是這些人裡面他也不是個個就是革命家 不是未來的政治家 那中共想找的是革命家是政治家 是民間潛在的那些有志之士那些豪傑 他要把這些人找出來 那麼他要再進行篩選 那麼這個時候他有一個非常奇特的標準就出現了 大時候都說他要看你是不是經常性的有規律的健身 為什麼呢?大家以為健身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經常去健身,好像是很時髦的一件事情 不是的,我曾經嘗試過去每天健身 但是發現了就堅持不下來 所以按照中共這個標準我是不合格的 因為健身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是經常去,第一個是你有非常充沛的精力 第二個是你有決心有意志有恆心 你做事情不是三天打雲兩天賽網 是有恆心的天天在做 第三個是你有行動的意願 喜歡健身的人,那麼一定是他們喜歡行動的 他不是空談的理論家 你見不到幾個哲學家呀,書宅裡面的那些人 他會每天去健身的,你基本上見不到 這些人一定是行動家 如果他既有思想,又又再到處聯絡 又還天天健身,那麼他就不是一個口炮黨 不是一個僅僅是在互聯網上面抱團取暖的人 僅僅是一個話牢 他就肯定有革命家的素質和潛力 他有能力成為反對派的這種組織者 而這個組織者是所有的中國人當中最稀缺的一種人 是組織資源是整個反抗運動當中最稀缺的一種資源 我們不缺錢,為什麼呢? 因為現代革命它不是過去的武裝革命 需要大筆的軍費去購買槍支彈藥,去訓練人馬 現代革命它是街頭革命,它是顏色革命 它是對人群進行組織的一場革命 只要把老百姓全部都動員上街了 只要把這些上街的老百姓組織起來了 那麼新興的政治力量就產生了,強大的民意就產生了 它就可以以民意來動搖軍心,來動搖黨心 就可以以民變來觸發政變和兵變 這就是現代革命的戰略 所以現代革命最重要的這個資源 它是組織資源 而統治集團、專制統治 它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把民間打散 就是讓民間處於原子化的狀態 那麼當它看到了有人在民間開始進行組織的時候 尤其是通過互聯網進行組織的時候 因為互聯網是組織的利器 那麼它就一定要對這個人進行監控 最後一旦確定了,它就要對他進行打擊 所以通過他們的高科技的這一套監控系統 機器完全是機器操作 把這些人挑選出來之後 確定了這些人是最危險的 這個時候它就會啟動他們更加強大的監控的功能 大師都說,現在國產的這些手機和電腦裡面 它都有這個軟件,軟件都有後門 而這些後門隨時都可以變成了 他們查看你手機和電腦內容的一個機器 不僅僅如此,這個硬件也是他們監控你的設備 他說所有的這個手機和電腦國產的 裡面的那個麥克風都隨時可能被激活 變成他們的監聽器 也就是說你一天24小時哪怕是沒有上網的時候 它這個都有可能通過你這個手機和電腦的麥克風 在監聽你的談話 那當然了,它不可能對全國所有的人 不可能對所有的網友來進行這種監聽 他們只是針對那些重點被監控的對象 他們進行了監聽,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麼最後當他們確定了這個人呢 是在從事這樣的活動,他們就會用人手 用警察用網警來對這個人進行監視 一旦掌握到足夠的資料材料,他們就會進行抓捕 這就是過去幾年有好多的民間的這些朋友 在暗中進行組織和聯絡的這些朋友 他們出事了,他們被抓了 或者是被詢問了,甚至是被酷刑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那麼大舌頭的音頻就極好的解釋了 那麼我也希望呢 所有的真正的在從事反抗運動的這些朋友 在進行組織聯絡的這些朋友 一定要認清楚自己的價值所在 你們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 一定要保護好這種資源,一定要保護好你們自己 同時也要認清楚,也要知道中共對付我們的辦法 那麼知道了他們對付的辦法 我們就非常容易的能夠打敗他們 他們首先是運用的機器 而我們呢,我們是人,我們的智慧要超過機器 機器不是有一些標準想把我們從雲雲眾生 從茫茫人海之中挑選出來對我們進行打擊嗎 我們一定要把他這個機器的這一套給打敗 我們要根據他所說的這些標準 我們稍微改變一下我們上網的模式 改變一下我們的講話的模式,改變我們的行為模式 那麼他們就看不見了,他們的機器就會變成瞎子 比如說我們上網的時候不僅僅是看一些 那些社會政治實證的那些消息 我們還可以看一點其他的內容的 我們可以看一看柴米油鹽的這些消息 我們可以看一看娛樂新聞 我們上網發言的時候不僅僅是來談社會問題 來抨擊實證,我們也可以講一講風華血液 我們也可以表達一下歲月靜好的情懷 沒有什麼問題的,讓他們產生混亂 當我們要去聯絡人的時候 我們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去跟外地的全國 很遙遠地方的那些網友進行太多的溝通 大家在網上面互相傾訴中場沒必要 我們的身邊就有很多對現狀不滿的人 只要我們把身邊對現狀不滿的人組織起來了,聯絡起來了 那麼我們就會形成一個大的團隊 而聯絡身邊的人最好的手段,那是大家見面在聊 剛開始的時候不免的要用一下電腦網絡 但是這個量是很小的 這是讓他們的機器判斷不出來的 他們的機器必須是基於你經常性的大量的 重複的這個活動他們才能判斷出來 偶爾一兩次判斷不出來 那麼我們用這偶爾一兩次的跟人聯絡上了 網友聯絡上了之後 就邀請他們大家在線下來見面 經常性的線下的聚會是非常重要的 多聚集是大家理念相通 大家道路相同就形成了一個團隊了 這就是我們未來動員民眾 組織民眾的一個核心,一個骨架 這是未來革命的一個團隊的基礎 沒有這個團隊我們怎麼動員呢 我們自己在家裡面怎麼能夠動員那麼多的人 革命不是一個單幹戶的事業 革命是一個集體的行動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團隊 而這個團隊一定要是在身邊的 一定要是當地的 所以我們以前前幾年一直在推廣公民同城的運動 也叫同城小圈子的運動 就是想民間的那些反抗者 你們不要去在全國各地到處漫遊 不要在網上面聯絡全國各地的網友 沒用的,聯絡自己身邊的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 那些有民主理念的人 聯絡起來大家就是一個團隊 當然你走到線下的時候 它所有的機器就會變成瞎子 當然大家聚會的時候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你是用的是國產的手機或者是電腦 大家談事情的時候 尤其是談到行動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遠離把那些手機和電腦 放在比較遠的地方讓他們聽不到的地方 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 擊敗中共的這個監控系統 這是對那些正在從事組織活動、聯絡活動的這批人 正在為一場大的革命變革 正在做準備的這批人 大家一定要記住保護好自己 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如果我們在黎明之前就倒下了 那麼我們所進行的這些組織活動就會半途而廢 我們就會功虧一虧 而這批組織者對未來的革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當成活種要保護起來 一定要繼續工作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這是一部分 那麼第二部分我們再來講一講 最近中共發起的檢查手機和檢查電腦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實際上這個行動在大舌頭的那個音頻當中 也曾經有所預言 去年他說中共現在就是要在全國各地要推廣新疆模式 新疆模式是什麼模式呢 這個檢查手機和電腦在新疆早就進行了好多年了 那是一個法西斯統治的模式 是對所有的人任何個人空間都會進行侵犯的那樣一種模式 在那個地方他把所有的人都當成了潛在的 都當成了這個恐暴分子 恐利暴力犯罪分子 那麼這一套模式在新疆實行的 他說一定要推廣到全國 現在我們真的看見了他就在全國推廣這一套模式 那在有些地方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幾個月之前就開始出現了 警察在街道上面在公共交通系統上面 他們攔截隨機的攔截行人 然後檢查他們的手機 最近又有新的發展 最近在廣西的某一所高等院校發了一個通知 要求全校所有的師生都準備好 馬上就要進行某年在某月某日 就要進行對所有人的電腦和這個手機 裡面的內容進行清查 進行地毯式的搜查 以防有這個反對政府的言論 破壞安定團結的言論 來自於這個恐怖暴力活動的言論 在網絡空間流傳 這個通知發下來之後 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說中共以他們現在的網上監控的能力 他是沒有必要派個警察到街上 到公共汽車上面去看人家的手機的 而且你要想通過這種辦法 來發現這個潛在的反抗分子 那就跟大海撈爭一樣嘛 你的這個機率很小嘛 大家都有所不滿 但是你能把所有的不滿的人全部抓進去嗎 不可能啊 那你又抓不到這個 又不能抓這些人 又不能夠抓到潛在的反抗分子 那你這個到底搞這種行動意義何在呢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啊 他們搞這個行動啊 現在是一個火力偵察 大家記得啊 前幾年習近平就說過 一定要在互聯網空間上面 那展開戰鬥 要佔領互聯網陣地 在過去的這十幾年當中 互聯網上面呢 民間民間力量 民間自由的這個力量啊 是節節勝利 對習近平來說啊 他要想建立一個朝鮮式的政權 那這是不可以容忍的 一定要把民間的輿論的力量給打垮了 那麼怎麼樣打垮呢 這就是其中的一個辦法 中共過去啊 他統治靠的是謊言和暴力 謊言就是要欺騙你 讓你自動的跟隨他 但是這些年呢 謊言已經不太可靠了 已經呢 這個用的不太好了 為什麼大部分人已經知道了 你這就是謊言 你的這個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了 甚至是你在某一些方面呢 進行的這個這個小的方面 大家都不相信了 小的那些謊言都不相信了 所以民間有一種說法 說人民日報上面除了日期是真的 其他的都是假的 社會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 謊言不好用了 謊言不好用呢 他就一定要更加依賴於暴力 暴力的作用是什麼 他不是說天天到街上去殺人 他的暴力這個作用啊 是恐嚇 讓你心存恐懼 讓每個人都生活在恐懼感之中 一有恐懼了 那麼他就會臣服 他就會不敢真正的來反抗你 這就是他的目的 他為什麼要派一個警察到街上去檢察人的手機呢 就是因為他把這個消息發出來之後 讓大家親眼目睹了 你如果是隨便亂說的話 那麼你上街就不是安全的 你心存恐懼你就不敢亂說了 你就不敢抨擊他們了 你就不敢發表對他們不利的言論了 當大家每個人都在進行自我審查 進行自我禁言的這個時候 他的目的就達到了互聯網 這個佔地他就佔領了 這就是他的動機 這就是他們的統治的邏輯 知道了這一步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首先如果我們是個人遇到了這種情況 遇到了被查電腦的情況 電話的情況大家一定要制止 一定要反擊一定要堅決的抵制他們 你警察來查我的手機是不是 你把搜查證拿出來 法院給你的搜查證 你才能夠進入別人的這個私人領域 來去查看別人的私有的財產 私有的物品否則的話你就是違法 要跟他講這個道理 那麼很多警察很多警察 他也不是說這個完全理直氣壯的 見到你就抡起警棍就打的 你跟他說的時候他要愣一下 這麼一愣他覺得是啊沒道理啊 那麼這個時候他就可能就會 你會逆行公事啊說啊我這個不行 我就不幹了我就再找一個去一定要抵制他 那麼即使是你抵制不了 他一定要跟你用強力來檢查你的手機 但你也沒有什麼損失啊 他最多最多也就是把你手機搶過去看一看嘛 那麼看了之後你如果手機裡面 你真正的是這個反抗者 那麼你可能會吃點虧 但是絕大部分人你根本不是反抗者 你只不過是對中共發表了一些 這個他們不願意聽的那些言論 那怕什麼呢他能抓你嗎 他抓不過來根本抓不過來 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現在每天上網說中共壞話的人 那總得有個幾百萬上千萬的人 他的監獄關不下他的法庭審不了 所以說言論空間只要大家繼續 無視他們的這樣的一種舉動 那麼我們就可以保住我們的陣地 對這樣一批人如果我們不是正在從事秘密的活動 我們正在從事組織和聯絡的活動 我們根本不用害怕中共 我們就會抵制,可以抵制他們 那麼這是個人的抵制 還有一種是大家集體的抵制 那我在這裡呢希望我們所有的網友 還有這個互聯網各種互聯網平臺上面的大V 自由派的那些工資那些學者 那些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大家一定要在這個事情上面發聲 一定要表達自己的觀點 一定要表達自己的不滿 那我們那些其他的網友 你如果不是像那些大V那麼勇敢 你如果沒有意見領袖那種影響力 不要緊你可以做出你自己的貢獻 你來評論,你來更貼,你來轉發 讓這個互聯網上面形成這樣一種輿論的壓力 告訴中共這一套是行不通的 中共現在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這一項行動 為什麼呢?大戰之前他一定要進行火力試探 看他們能不能夠取勝 現在就是在火力試探的階段 他們只是在試點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給他們猛烈的抨擊 猛烈的回擊 他們就知道這一仗是打不贏的 再打下去只有他們自己損失更大 輸得更慘 所以說讓他們知道這個結果 他們就會知難而退 他們一步一步的退 我們就會一步一步的進 我們最後就會完全的佔領互聯網的這個空間 這個陣地 那麼最後我們就會通過互聯網 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民意 那麼最後這個互聯網上面的強大民意 最後一定會變成現實生活中的民意 我們會從線上走到線下 最後把他們擊潰 最後結束他們這個政權 在中共他們的眼裡面看起來 人民就像非洲草原上的那個牛群 他們就像非洲草原上的那個獅子 他們的人數很少 但是他們有攻擊性 牛群雖然體型很龐大 雖然那個數量眾多 但是太溫和 太沒有戰鬥力 太不願意抵抗 獅子一發起進攻的時候 一恐嚇的時候 那個牛群就四散逃奔 那個時候獅子幾頭獅子 他就會去攻擊那些牛 其中的一部分 有時候他們可能是抓住這些弱小的這些牛 來吃掉 當做他們的午餐和晚餐 有時候他們是針對那些 敢於反抗他們那些極個別的那些牛 來把那個牛殺死 但是我希望這一次在這次互聯網 這個輿論陣地大戰中 我們一定要意識到我們是人 我們不是牛 我們人有尊嚴有自己的權力 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恐懼 反過來我們可以運用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給他們製造恐懼 當他們恐嚇的時候 我們不是釋善逃奔 我們大部分的人 我們都按照原來的方式聚集在那個地方 那個時候獅子面對這樣的牛群的時候 他就無所適從 他就沒有辦法下口了 那麼我們甚至是可以向獅子發動一次衝擊 當整個牛群衝擊過去的時候 就會把獅子採成肉泥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